影后灰影红在电影《灿烂的她》中 饰演了一个经历孙女走失又重逢的 沧桑但慈爱的奶奶形象 为了让角色真实可信 灰影红老师做了一系列的设计与改变 从创造到人物的习惯动作 本期视频我们邀请到了电影《灿烂的她》总导演徐伟 为大家讲述灰影红老师 是如何把握这样一个与她反差极大的角色 看过之后你或许就会明白 影后为什么是影后 大家好 我是灿烂的她的导演徐伟 你看 我叫了一粥好菜 先吃吧 吃饱了 我带你们去取钱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镜头里边 是个大特写 可以看到红姐脸上的这些老年妆 红姐其实为这个角色也付出了很多 红姐其实故意把自己塞得很黑 这些妆其实都要提前大概 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两个多小时 才能把那些老年妆化得 接近于我们想象的状态 因为红姐本身皮肤其实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她为这个角色也做了很牺牲 但是红姐最后也跟我说 当然你不用担心 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我愿意为此而付出 不过她的手 因为我一直想分享说 她的手有一场戏里边 那个指甲缝里边的脏东西 手的老年的那些纹路 长年海边跟海水去浸泡去捞杂鱼 那这些都是红姐她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她也愿意在这个造型上面去更加无限于 接近于当地真实的那些渔民的形象 所以这个我觉得红姐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她可以付出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红姐特别让人敬佩的一个地方 我都很相信你 大家能看到这套戏里边 虽然已经流泪 流泪这样了 已经泣不成声了 但奶奶 她依然只是让她眼睛里面有点泪光 那我就想说这是红姐 她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同时她执行得非常好 这个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红姐 她能执行到说我就想这样 她就一定是这样